有人 齐心动念 所作所为 我看不惯 怀恨在心 这种怨恨 障碍我修道 障碍修定 障碍观想 障碍念佛 念佛堂 障碍念佛 所以真正修行人 要保持心平气和 不要把别人的过错 放在自己心上 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 决定不能 怨恨相报 戒怨成仇啊 这个事情麻烦到 佛教导我们 决定要避免 吃亏了 也不给他戒怨 上当了 受他的陷害 受他的羞辱 都没有报复的念头 成就你自己的德行 忍辱波罗尼尔 你能忍 就能修定 能修定 就能开智慧 精刚经上讲六度 最重要的念门 就是布施 忍辱 布施是修复 忍辱 忍辱能够积德 让你所修的福 不会失掉 不能忍 一面修 一面就失掉了 有漏吗 漏掉了 就功德漏掉了 修一点佛报而已 那佛报 来生在人天 不能我生 这个必定要知道 自己都没有 有工夫